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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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在文艺版也报道了电影企业 还有知名的一些网上媒体 比如说Huffington Post 每天的访问量也有上千万次 报道了申请人获奖的消息 提到了作品的名字 申请人的名字 另外一些中文的主流网络媒体 也报道了对申请人的专访获奖的情况 除此以外申请人还得到了一些业内 圈内电影界专业人士的推荐信 这个作品在纽约的博物馆得到了播放 另外也被专门的有的图书馆收藏 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电影节的重要性 怎么来证明呢 它有一些获奖者和影片 后来也得到了奥斯卡奖的提名 然后这个作品 此后也在欧亚非的其他一些电影节上展出播放 并且收到了别的参展邀请 这些都是我们用到的相关的证据和论证据 下面一个案例 申请人也是为影视作品 他做特效 在本领域有多年的经验 并且参与过多部大片的拍摄 为一些著名演员做过特效 那么他符合了EB1A的杰出人才四项条件 包括获奖、媒体报道、作品展示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是商业成功 因为他做的不是纪录片 是商业片 参与设置的电影 得到了一些美国境外 亚洲地区的电影奖 包括影视效果奖 不止一次 这个作品在多部电影院里上映了很多次 那么也有媒体报道 讲到了票房数字 所以可以用来证明商业成功 这位申请人也有来自圈内 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的推荐 包括有埃米奖的获奖人的推荐 票房收入前面讲到有一定的数字、证据 新闻报道上讲了数据 还提供了和著名演员的合影 然后以及美国同行的推荐信 对申请人的媒体报道 有来自纸媒的杂志的专访 在中国嘛 期刊往往发行量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另外呢 也得到了一些著名的网络媒体的专访 提供了这些媒体的影响力、访问量的数字 接下来的一个例子呢 这个申请人呢 是音乐方面的人才 他呢 申请NIW得到批准的 他有小提琴表演的硕士和本科学位 是在欧洲取得的 另外呢 目前呢 正在美国读书 他也有读书期间呢 在美国得到的证书 他在欧洲的时候呢 曾经在一些社交场合做这个演奏 是欧洲的一个管弦乐团的演员 这位申请人呢 有来自格莱美奖的得主的推荐信 另外呢 也有来自美国的音乐系的主任和乐团指挥的推荐信 除此以外呢 那么关于音乐呢 也有一些国际奖项 他得到了有欧洲和美国颁发的不止一个这样的奖项 另外呢 关于他的专访 也刊登在有的英文的报纸上 最后呢 这位申请人还参加过一些和音乐有关的社会活动有报道 大家知道对于NIW嘛 不需要像EB1一样 专门说要符合三项条件 这位申请人已经有硕士学位 除此以外呢 只要讲到说有相当的成果 另外呢 和美国国家利益挂钩就可以 那么怎么和美国国家利益挂钩呢 我们讲到了音乐 在社会教化 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重要意义 接下来呢 还有一位申请人呢 他是艺术品的收藏家 古董的收藏家 他有来自中国主流媒体的一些报道专访 他也得了圈内的奖项 那么对这个获奖也有报道 这位申请人呢 申请EB1A杰出人才得到了批准 因为他在古董艺术领域的一些经验知识 他也出版了相关的专著 那么EB1A呢 我们在这里呢 讲到他符合四项条件 那有获奖 有媒体报道 还有什么呢 因为他做的艺术品嘛 就不算是票房收入 所以说商业成功 或者说是公开展示 因为这个艺术品不是他制作的 是吧 是他收藏的 如果是他的作品嘛 可以说产品得到了展示 在这里呢 那我们讲到的除了获奖和媒体报道呢 还有一个呢 像前面说的 还有专业的著作 另外呢 还有担任重要职位 创建了一个民间的博物馆 那么呢 作为这个博物馆领导者 他的专著呢 怎么来证明呢 有相对来说比较著名的学者 为这个书籍做序言 这个书呢 在知名的报纸上也有报道 那么对于这个人本人 媒体报道怎么证明呢 还有著名的报纸 期刊和网络媒体的报道 同样我们提供了发行量和访问量的数据 在比如说呢 在光明日报上 曾经不止一次的报道 这位申请人 在人民网上也有对他的报道 还有在香港媒体上 对他也有报道 他创建的这个博物馆 这个活动 担任重要职位嘛 一个是要证明确实 他在这个职位上 另外呢 这个组织 不管是公司呀 还是非营利组织 也需要有一定的名声 怎么来证明呢 比如在这里 他创建的这个博物馆呢 是同类别里面的唯一一家 所以呢 也得到了多个媒体的报道 达到了批准的条件 像我们讲到呢 杰出人才有很多是理工科的 有的博士生 博士后 访问学者 教授 医生 工程师 设计师 啊等等 当然设计师 有的也是艺术类吧 然后 但也有比如说 计算机 能源 通信 统计 数学 物理 生命科学等等 这些 都有EBYA 杰出人才批准的例子 但除此以外呢 我看到 如果是艺术类的 文艺类的 影视类的 只要在本领域呢 相当的成就 处于可以说在顶尖的位置 作为这个EBYA 杰出人才的申请呢 还是很有可能得到批准的 当然要提供相关的证据 好 我们就见到这里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